您欢迎收看3月26号的新北新闻网,我是陈慧玲 今年2月份,新北市消防局派出了6名在各消防分队的高级救护员 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紧急救护竞赛,成为亚洲首次三赛的城市 而这当中,淡水消防分队高级救护员苏伟珍就是其中一员 他就表示,透过比赛学到了许多专业新知识 今年2月,新北市消防局派出6名在各消防分队担任高级救护员的队员 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GIMS紧急救护竞赛,成为亚洲首次参加的城市 而在这当中,淡水消防分队高级救护员苏伟珍也参与其中 他表示,能够参与国际竞赛不只是可以看到国际的救护方式与台湾的不同 更可以借此学习到许多的专业新知识 单向的操作的地方的话,我们优势应该是比较强烈的 像这次我们去比赛的话,我们在技术层面的分数拿到非常高的分数 而且当地的主办单位呢,对我们也非常赞赏 这是在技术上面的话 我们成绩算是中间 因为这次比赛的话,除了美国本地队伍的话 还有英国的队伍也有参加比赛 我们的成绩稍微跟也赢英国队伍一点点 所以我们成绩还算,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参赛 对内容还有一点不了解,但是我们成绩应该是可以接受 消防局表示James紧急救护竞赛 为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国际紧急救护年度盛会 主办单位是具有权威性的James期刊 其中共计了美国、英国以及台湾等25支队伍参与竞赛 虽然这一次台湾因为语言不通无法进到决赛 但是也让这些专业的救护员有不一样的经验 然后其实到国外参访跟救护竞赛 可以学到蛮多项国外的救护技术、救护器材 跟他们的流程 也可以把比较新的一些技术跟观念带回台湾 例如说他们在病人插管方面 他们不只是在没有呼吸心跳病人可以插管 他们对于有呼吸心跳甚至是小儿、婴儿 都可以进行气管、内管插管 这是在目前国内还没有开放的项目 在队伍当中来自三重消防分队的高级救护员林玉佑说 在国外可以看到各国许多新的救护技术与器材 并且能够学到过去台湾看不到的积蓄 而他们也说其实台湾的救护技术并不输国外 主办单位也对台湾的救护有许多的赞赏 因此新北市的救护队员们更希望将宝贵的参赛经验 以及专业技术带回新北市为国争光提升自我 记者许多人应该是采访报道